我们可以看到陈老师他的心为人 诗的这种心是很好的 他一直是希望来成就学生 但是有时候就是说 我们毕竟不是圣人 很多事情我们预先是看不到的 我们所做的判断是当下的一种判断 那当下你觉得这样做最合适 但是事后可能证明说 这样做可能产生了负面的作用 然后你可能因为这样觉得很愧疚 但是不应该是把这件事情归罪于说 你当初所做的这个决定 因为你没有办法预知到未来 怎么样才是对他最好 所以其实他自己的这个行为 后来的这些过失 他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 那当然他周遭的人可能有一些因素 会造成他有这种情况 但是应该不是因为你把他选为班长 然后是会主要造成他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为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上 因为选他做班长 因为选他做班长 这个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教他有一个道理把他交错了 让他这个爱慕荣华 那你确实这件事情是有过失 因为这个是会导致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班长 这个是并不是说每个被选的班长 然后后来就容易走上这一条路 这个也不应该是有这样子的因果关系 但是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呢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看到有一些迹象 有一些苗头 那可能对他后来会有产生不好的发展 那我们能够来提醒他 那这个可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去做的 那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 所以一个字就是成 我们的一个真诚心 让我们尽量的去真诚 真诚就是要很诚实 那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我们很真诚的话 那有些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先预见到 然后可以去提醒 但是有时候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 可以完全避免 有些事情就是这个人他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他后来有这些发展 其实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在每个人的潜意识 潜意识他过去什么事情做多了 这种种子多 所以就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就会让他倾向于某个方向 那你后来的这些都只是一些助援 这些力量都不足以大到可以扭转他的这一个命运 真正能扭转他的命运 还是要靠他自己很好的去断恶修膳 才可能扭转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潜意识里面那种强大的力量 连他自己都扭转不了 更不要说你只是一个外人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把这些这件事情放下 因为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你如果都把他归因在你当初下了这个决定 其实这个不正确 你即使不选他做班长 那以他的个性他一样可以是很出风头 他要爱慕荣华还是会的 只是可能他怪你 但是你不应该因为他怪你 你就认为这个责任在你身上 这个是不公平的 汉学院 那么怎么样搭建这个平台 怎么样能够吸引到我们的教授 这个还是金空老和尚 他的一个威德 他的福报 因为老和尚 他对承传传统化有这样的一个大愿 那希望能够培养人才 德才兼备 他能够来读得懂古书 能够把我们老祖宗这些智慧保障 能够承传下去 有这样的一个大愿 那怎么样能够做得到 如果你也同样有大愿 那相信渐渐渐渐 你积累福德之良 渐渐也能够做得到 所以 就是说 人 就是说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真正有心 真正有这个大愿 那很多事情 就是说我们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我们也培养了我们的德行 那终究我们还是可以感召得到 那这个是 上面有一个前见 提供您做参考 谢谢院长 感受到我们陈老师还是责任心很强 所以还对这一件事还是有在自责 当然我们随时都在修这一颗心 让这颗心是中道 所以责任心太过了 不好 不疾也不好 所以我们也是经一试 长一智 不能经了这个试之后 这种遗憾 一直留在心里 转烦恼为菩提 就长一智了 刚刚院长也已经提到了 首先你当下那一念心 包含说整个过程 有没有一些征兆可以提醒他 假如这一些部分你都做了 那这个你也不能挂爱 你只是他一个助缘而已 而且哪怕你都做对了 他还责备你 那这个也是帮我们消业障 很多时候你对人家也不见得能认同你 好 好 那您有提到说这个 传道受业解惑 那传道呢 首先这个五轮大道 而五轮大道当中呢 这个是孝道是很核心的 所以孔子说 福效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要从这里开始 我们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那曾经 在应该是06年 有一个 国家级的慈善机构 那时候啊 负责人去见师长 就跟他请教了 为什么我们帮助 越多的地方 越不感恩 当然他问的时候他也很难过嘛 哎呀 我们帮 帮这里这么多困难 老外上说他连父母都不感恩啊 他怎么会感恩你 所以我们在帮助人 你可以救他一死 但是根本上还是要 教育他 比方说我们帮助非洲 但是他有没有福报啊 不是我们一直帮他 他就有福报了 你一直帮他 假如他没有孝心起来 他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那你给越多 他就思维理所当然 那他越思维理所当然 他越没福报 所以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呢 转变人心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 那这些同学们 其实会被外在这些东西所诱惑 也是他内在的正气不足 这种孝心啊 责任性可能比较不够 这可能是我们可以 检讨这件事之后 可能对我们教学更积极 已经是长一致这个 这个部分 那您 听了这个院长老师们讲 你都会泪流满面 这是你舒适的善根 这个 我比不上 一定有欧 好 不过这个圆街上 就要 趁盛追击 好 那 这个 刚刚也 我们院长也提到 这平台是我们 导致上的愿力成就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 所以相信 这个圈发布地新闻说 虚空非大 心枉为大 这个心 枉为大 金刚非奸 愿力最奸 您有这个利益学生的心啊 相信这个平台慢慢能感召人 来把它促成 好 阿弥陀佛 感谢院长和法师的回应 还有陈学长的提问 好 那 不知道还有没有 尊敬的院长法师 大家好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我感觉我这几天 都还在门门论论中中 今天就已经 节约 典礼了 哎呦真的 这边 燕隆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院长和法师 就是 在修学当中 嗯 有一段时间就是 功课做得比较勤快 然后就 嗯 就睡觉睡得很好 然后好像比如说 哎呃外面的事情忙一下就没有那么精进了以后就 经常会做噩梦 然后不同的噩梦 然后就没有停了 然后 就会 嗯 听老法师说 嗯 就 碰到这种情况 都念佛嘛 不知道是不是我就只管念佛 我还是我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法师 嗯 或者是 其他什么的 就是好像就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好多年 然后包括来这里我也是经常就晚上会这样的情况 一直有在 对做噩梦 就是 要恐怖的那种 或者碰 梦到比如说 呃家里的亲人啊 或者是往一顾的这些都有 或者是不同的人都有 然后 念佛完又没了 然后醒一下又好了 然后但是就每天都会 嗯 这种情况 然后 嗯 还有一个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 嗯 我们 老法师不是说 呃 包括经典上也讲 阿弥陀佛是大一王 那 就是我们现实当中 比如说碰到 各种心理问题 或者是说 生理问题 嗯 甚至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 像 嗯 就绝症之类的问题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自诚心念佛 然后 嗯 就可以 呃 这个 就相信他就可以潜愈 这个信是 信他可以 病可以好 还是信 我可以通过念佛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知道这个信 就是嗯 嗯 我究竟念佛的目的是 信他会好 还是信他可以去成佛 就是这个 嗯 两个问题 感恩法师 好 谢谢 我们的林学长 嗯 嗯 念佛 然后 有 很好的 这个 感应 这个当然是很好 那 噩梦多呢 当然 他有他种种的原因 哦 那如果说 你念佛念念 那他就没有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啊 你就继续念佛 那因为你很难知道啊 你要超度什么 对象 好 如果说正好啊 有做三十信念啊 那你就 把自己的有缘众生 都写上去 反正跟你有缘的 那你就可以顺着这个缘 来回向给他们 那当然我们平时 呃 修行啊 念佛啊 也都要回向给 所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 那 倒不需要刻意为这个去 呃 做什么 超见啊 呃 因为其实 我们很难知道 呃 怎么样是最有效的 呃 所以就这个就是随缘 呃 最好的还是念佛 呃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曾经提到啊 呃 在美国 呃 有一位居士 呃 呃 他新买的房子呢 每天到了半夜啊 就会有一个鬼出现 呃 呃 这个 凶恶的鬼 呃 然后 这个鬼要靠近他 他就大声念佛 他就一直念佛 那他一念佛呢 这个鬼就停住了 不能再往前 呃 哎 他就这样子 就保持这样 人家就说 你为什么不把它卖掉 把这个 房子卖掉 他说 这个鬼可以 督促我念佛 哈哈 所以他是把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作为 来推进自己的这种力量 啊 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种经验啊 当我们有境界来 比如说生病了 或者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念佛会特别有力量 那当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我们念佛的这个精进的程度也就掉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他善于利用这种缘 对我们来说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 哎 这是不好的事情啊 做噩梦啊 但是你如果把它善用 而其实就是反而变成我们不敢懈怠 我们会继续精进的一个好的缘 所以其实呢 静缘无好丑 没有说什么样的缘叫做好 什么叫缘叫做不好 都在我们的心 你如果把它善用了 那包括刚才这个陈老师 你把它善用了 它就变成一股力量了 那可能让我们以后对学生的观察更透彻 那更能够 更好的来带学生 而不是变成一个内心的一个愧疚 那这个噩梦呢 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你怀疑说 是不是有什么众生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些我们都没办法真的知道 但是你只要念佛有效 那你就是继续用念佛的方法 然后继续回向 那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你一个增上缘 然后佛是大一网 那我们有一些比较重的病症呢 是不是念佛就能够痊愈 这个不一定 确实有人啊 他就是说不去想自己的病啊 就是一心一念佛 然后他哪怕绝症 那后来 也没有说 医生说几年会走 他也没有走 他继续就存活下来 这个是有 但是这个不是百分之百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 有的人业力很重啊 你即使再怎么念佛呢 他还是到时候还是会走 那如果说 他不去看医生 他就是只靠念佛 那有其实有些病呢 就是你去看医生 他还是会有效的 因为有时候呢 你就是要破财来消财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啊 你生了病该看医生 你还是得去看医生 就是说在这个医学方面啊 我们该尽的力量 我们还是去尽力 那念佛还是要念 如果说这个医学都无效了 那你就一心一意靠念佛 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两方面都需要 不要觉得说 就是 我就不去就医了 然后我就一心一念佛 那我就相信他一定会好 结果不好呢 那怎么办 我们也有这样的同学 他的母亲得了绝症 然后周围的居士就劝他 你不要去看医生了 你一心一念佛 那就会好 他跟他父亲就完全相信了 所以就一心一念佛 结果后来呢 就错过了这个治疗 后来他母亲走了 那这个学生呢 他就 就是有深深的愧疚 同时他也 也会埋怨说 这些佛友啊 就是让他母亲错过了 这种治疗的机会 那这个反而对他的信心是很重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我们不要说 佛事大义往是没有错 但是众生的业力是不一样的 有的业力 你即使在怎么念佛 怎么医疗 他该走 他还是会走 那但是呢 你不让他有这个机会 去试这个 现代的一个医疗 那他走了以后 他就变成把这个事情 他就认为是他们有这个过失 让他母亲 而且你想想 母亲啊 这个孩子对母亲那种心 是 那种爱是很深的 他就变成 是他一生的一个遗憾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 不能够说 我抓住这一句话 否则大义往 然后我就 我们能进的人士 我们就不去进了 其实这样子是偏了一边 这样子还是 不是很理想 好 谢谢 谢谢院长 这个林老师 那个 真的是第一个问题 想到说 您精进的时候就睡得比较好 比较忙的时候啊 会有这个情况嘛 当然 刚刚院长说的 说不用可能有 有缘众生啊或者祖先需要你帮忙 等于说我们面对任何事都用积极面 去面对它 阿弥陀佛是一片光明 没有消极面 我们现在的性情啊 面对事的态度就要跟这种一片光明 慢慢越来越相应 另外就是想提一个角度就是 我们可以事情多 但是我们的心不会乱 宗旨处理的事多呢 我们都有经教在指导 都处于正思维的状况 那这样忙中也是在修行 因为只要我们整个修学的用功没有断 应该状态还是会不错 这是一个角度 那另外就是这个梦当中 有没有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的状况 那假如有的话 那可能我们这个日有所思 也可以调整一下 那可能这个现象也会减少 那还有刚刚院长分析这个 其实很重要 我们不能偏执了 世间这些真上缘 我们没有去考虑到 可能会误了时机了 另外就是您有提到 或者我是要念佛的时候求他好 还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那这两个心境其实 念起佛来的力道可能不太一样 哎呀要好啊 哎呀要好啊 你可能还有一个求 但是你一心的时候呢 那这个全发菩提新闻里面讲 你念求生净土 那你就是一心念 可能那个佛号消业力的力量 会更加 所以好像 当然 我是看一轮明月 那个洪毅大师 台词有一句 看院长洪毅大师是不是讲过 小病从医 大病从死 大病了 那不好治了 我就一心 那可能这个力量就很大 纵使这个业力 实在没有 没有转过来 那一定去极乐世界做佛 那假如是还可以转的话 就像 刘树云老师 他洪半信朗长也 念恢复了 好谢谢 令尊学佛吗 他不学佛 但他很善良很节俭 好 就是说 如果 连老人家 他自己都不学佛 那你一个人学佛 你更不可能 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你不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因为有这么多的一个 逆源 你一个人是改变不了的 特别主要是 还是在他自己 那当他自己都没有想要 按照佛 佛门的方式来做 那你更是不可能 那不可能我们 应是要把这个都归咎在自己身上 那这是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没有必要有这种愧疚 因为令尊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也很清楚 所以你就要把这些事情放下 那怎么样弥补 那我们就是念佛 把功德回向给他 还有他的有缘众生 我们修行的功夫越好 念佛的功夫越好 那他就能够得到越大的利益 所以就是说 过去的这一切呢 要放下 如果我们过去的事情 都挂在心上 过去即使已经消失了 它永远不可能再来 但是你把它挂在心上 就影响你现在的修行 你心就不得清净 你的功夫就受影响 那你本来如果你念佛念好了 你是可以给他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因为你一直挂爱 你心不得清净 你就不能够有很好的功德来回向给他 那这样子当然 就其实是很划不来 所以就是说 把这些事情放下 好好的一心念佛 回向功德给他 这样子 谢谢 谢谢院长 院长 提醒我们 过去心不得 当然 从这一近视 可能我们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性格 容易对过去的事情 容易对过去的事情 纠结 所以修行是要改变性格 理得心安 万法是因缘所生 好 院长刚刚提到 你的父亲 在他的姻缘里面 他是主 你们子女只是一个伴 一个缘 好 所以他主要还是你自己父亲 好 那当然 但假如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比方说你可以尽力的 跟父亲 跟这些比较重要的家里人 可以影响后世的这些缘 我们事先跟他们做沟通 怎样做 对父亲 对他个人 你跟他沟通 假如他个人能通 那当然这个缘就更不一样 他自己交代下去 晚辈很可能也会尊重他的意思 这个是说我们事后 你要去造那个缘 但是你造缘 你也不能形成一个我一定要怎么样 这又变成自己的执着 因为 岂能尽如人意 你尽了力了 那缘能到哪 到哪 这个都要顺着缘看 那 这个 另外 院长刚刚 也提到了 这个 既然 你父亲已经离开了 那可以 效法像 婆罗门女 光木女 他们念佛很有功夫 这个对父亲的帮助就很大 因为您刚刚又提到这个 属羊 什么叫山河 还是什么 属性是吧 叫山河吗 这个不是 像我是属牛的 跟属鼠的 不是 跟属蛇的 跟属猪的 不是四个吗 好 那假如就是说 这些益经的 算了之后我们很准 那我们佛弟子就白修了 是吧 都被算准了 这个了凡世音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能为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福 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放下自我自私的时候 自我感受的时候 真的就在秘书里面 可是你真的放下来 那你可能就能转变本来的缘分 冤青要把它转成法律了 这个是 呼应一下 你刚刚提的 谢谢 好 车局师提的 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世间 我们很难做出一件事情 它是完全没有负面作用 你做一件事情 它有正面的作用 但是你一个决定下去 可能它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作用 所以这个 在我们这个五卓二世 没有百分之百是 完全只有正面的 没有负面的作用 那这个功过怎么讲呢 功过最主要还是这个人的存心 他存心是善 那 他的这个做造的业主也还是善业 但是他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这个就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避免 那他性格这么厉害 那你说他会障碍到一些人 这个肯定也是 有的人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对佛教啊 或者对老法师啊 就失去的信心 有这种情况 那但是他也成就人 他也成就了老法师 成就了很多法师啊 那是这些听法的这些居士啊 那也因为他的关系 所以老法师很早就能够到美国去弘法 所以他很成就很多的因缘 那这些有一些因缘的可能 别人也做不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去论一个人的一个功过 就是不同性格的人 他会有产生不同的这些利益啊 当然也有相对的这个不足啊 所以这个功过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由我们来论定他 那有时候这个就是他背面背后呢 可能有他的深意 那我们只能够就我们所了解的 我们来做个参考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就来判定 他们真实的一个功过是怎样 我举一个例子 提伯达多他几次要谋杀佛 乃至把佛身上弄出血 这个逆罪呢 那大概只有他造 没有人造得成的 可以让佛身上出血 那这是五逆罪之一啊 他还收拾这个阿瑟士太子 杀害他的父亲 这个是逆罪啊 破佛身 让生团分裂 这个都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破佛身他在戒律上有很严格的规定 你必须在一个同样的大戒里面 那分开来说法 做结魔法 这里面有两个生团 个别来做结魔法 那这个你就破佛身了 因为生团就不团结 那只有提伯达多都住得到 提伯达多是会堕无间地狱的 那堕了无间地狱呢 阿南尊者他们是堂兄弟嘛 他也会想念提伯达多 那有一次就在佛的允许之下呢 佛用神通力让阿南尊者来到无间地狱 然后这个狱主呢就带着他到 关押提伯达多这间牢房 那无间地狱里面到处都是炙热的 地上到处都是炙热的 那牢房的门一打开啊 里面更是一股强烈的热气 这样冲出来 到处都只是听到惨叫声 那阿南尊者就问啊 你是提伯达多吗 因为他是在牢房里面 是啊我是提伯达多 那你在这边会不会很痛苦啊 提伯达多说 在这里是三残之乐 三残的乐 是三界最乐的 因为他的乐呢 没有伴随着喜 那个喜悦的 的这种情绪 你这个喜只到二残而已 你要生到三残呢 就要把喜去掉 只留那个乐 所以他就要妙乐 离喜妙乐地 那是三界最乐的境界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提伯达多 他如果不是佛来实现 他就是大菩萨 他境界是很高的 他来做这些都是表演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不会知道 这个佛菩萨 谁是在表演 谁是真的造恶的 这个凡夫 所以这个我们很难去讲 那我们只能够 能够说的是说 他某一件事情做的是功德 某件事情可能是造了业 我们只能够就事论事去讲 但是他一个人的功过呢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 我们只能够按照他视线的这个事情 他的性质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判断 但是事实上他们真实的境界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那如果说我们有护法 那么这个护法呢 他可能有些行为 不一定很理想 那我们怎样来判断 就是说首先 这个护法他的动机 这很重要 他如果是为了法 不是为了个人知识之利 那这个就是可取 如果他借着护法的名义 来谋求个人知识之利 那你趁早就疏远 那他为了法 那当然也要看他起的作用 他起的作用呢 主要还是护制我们修行 但是呢 他个人有些习气 有些烦恼 那可能会障碍 那有人来亲定这个法师 但是在护法的立场呢 他是要保护法师 所以这个也很难说 那这个护法就不要了 这个有时候 不能够这样一概而论 那对于受护持的人 不管是法师还是居士 那我们对任何人都是要忍辱 这个是没话讲 不管对方怎么样 我们都是要忍辱 那但是呢 我们当然是要看这个大方向 就是说 这个护法的行为 在大方向上 他是对佛法 是会产生正面的作用多 还是他负面作用多 还是他负面作用多 我们不可能 他产生的完全是正面 不可能 完全没有负面 这是不可能 所以一方面呢 他本身的一个发心 二方面就是说 他的行为 会产生的作用 他是力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力 如果说他会产生 这个大的负面作用 那当然 我们可能就要避免 那如果说他主要的作用 都是正面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负面的 那这个我们还是 还是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要看大的方向 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 那有时候呢 这个护法厉害呢 他只要是 这个发心的 卫法 那就是 红法的人呢 他就 要去修忍辱 没有人 没有厉害的人 你很难修忍辱 好 那我讲到这 谢谢院长 谢谢院长 大家听得出来 我们院长忍辱也是修了 很有经验 那刚刚院长提到了 就是你一个大方向 整体是正面的多 还是负面的多 变成说我们也得要 放下一个求 顺境 求完美的 一个心 那从 陈德来讲呢 当初 这个刘淑云老师在的时候 在 在香港 对着老法师 在这个饭桌上 就请教 他请教 我们这一代人 算是老儿上孙子辈的 跟你老人家红法 难度怎么样 老儿上说 比我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很难 红法很难 所以老上的身教跟严教 假如我们没有 用心去观察 跟体悟的话 我们这一代人的红法 很难 都会在 财色名利 顺境逆境当中 滥足 比方说 老人家跟韩馆长 这一个姻缘 就是说你很难 好 院长刚刚说 你很难找到一个十卷十美的 好 所以你能 能找到一个 对护制正法非常热心的人 就很可贵了 结果你还挑他 脾气不够好 那有可能 因为我也有很多 我们同辈的人在红法 他就没有看懂老人家 这个在姻缘当中 他要抓那个最重要的 你只要让我 有奖态 那代表什么 代表 韩馆长是 很希望众生闻佛法的 是吧 所以他打抱不平 最后能护制了 每天都可以讲经 所以 你在这个十节姻缘 你一定要抓那个最重要的大方向 所以 就一定要有讲台的锻炼 那有这样的护法了 那其他的部分你要保留 假如你没有悟到老儿上这一点 那其实不错的护法 你一定会离开 离开之后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小 你就越来越难 但是不一定能察觉到 是自己 不够珍惜 不够珍惜 因缘 那不只是说你要抓一个大方向 陈德的观察是 老儿上也展现了一个 我们 其实修行人 最重要的是讲道义 这个意志很关键 都念着韩馆长的恩 其他的这些事不往心里去 那人就会越来越厚道 重道义 重情义 好 那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老人家一直修忍辱 那有离开的地址 或者离开的信众 假如他很理智 他可能这个时候觉得 老人家这样太懦弱了 他可能一时没有看懂 可是你看老人家后面弘法 哇 那个 弘扬道五大桌 那这个可不 你没有那个修行的功德力愿力 那不可能的 那有可能是后来 又看懂了 那这个就是老人家整个的表演给我们看 那可能善根够了 就会反思了 原来老人家这个不是懦弱 是真正在修忍辱 我看像道工长老 他也遇到很多境界 但是他说 老人家这种忍辱 一般人达不到 所以他一直很坚信 对老人家很有信心 他说一般人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就是看得懂的学生 他就有那个善根够的 因缘 好 以上 再补充一个 就是说 有时候 他可能在这一世 我们看到他可能就离开了三知识 甚至他就变了心 甚至造了业 那这个也是他 可能就是说 他自然就会有这样子 这种情况 那但是他终究 他只要来结缘 那就是有缘 哪怕是恶缘 也是一种缘 都 有可能未来 因为这样而得度 那不可能每个人 在这一世 都是 结了善缘 我们看这个 那他就是 来残害这个菩萨 忍辱先人 他最终还是因为这样得度 那我们释迦牟尼佛 他过去生中曾经有一次 是做其他宗教的宗教领袖 那看到有一尊佛 带着地质在外面拖坡 他就批评 就毁谤了 说这个王头 他有什么资格接受人的供养 他应该吃马的飼料 你看他以前他也造过这种口业 那后来他自己就会 就需要吃到马的飼料 所以其实这些语言呢 其实是千变万化 所以我们也不要看到一时 好像觉得 哎呀我这一次呢 让他梳理的善知识 甚至梳理的佛教 你很自责 其实不需要自责 因为他会怎么表现的 你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而已 有一个很大的趋势 他就是会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他的路 这个也就是他以后 也许他就由这个 他而觉悟而成就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世间呢 就是会很复杂 就是会有这种种的情况 那不然的话 这台戏也不好看 就是 最重要我们不要拙在一个地方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然后就觉得 那这个就不好 还是说这个就一定好 其实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要全面的来看 然后对于每个人 他的发展的因缘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缘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 是我让他变成这样 其实是不可能 不可能你一个人 就能够让他变成这样 所以这些事情 过去的 我们都当做经验 吸取经验 那不需要有任何的愧疚 这些负面的心态 这些我们全部放下 不要当做包袱 我们背在肩膀上 那有时候真的是很划不来 这样子 好,谢谢